黑海舰队被自杀无人艇黑了一把 如果去年俄罗斯在珠海积极买单 今年又何至于如此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这两天文物战争又让我们见证一次历史了 第一次就是实现了无人机 还有无人的水面自杀攻击艇的协同作战 当然这个协同作战也没什么难度 可能都是各自遥控的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又是数据链 又是人工智能 不过虽然是遥控实施作战 起码也是协同了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29日发布声明称 说凌晨4时20分左右 乌军出动了9架无人机 还有7艘无人舰艇 对塞巴斯托波尔基地的黑海舰队舰艇发起了攻击 黑海舰队说是摧毁了所有来袭的空中目标 而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伊万 购路别斯号扫雷舰 以及南港的一处维尤栏受到轻微损坏 乌克兰方面则公布了貌似是自杀无人艇上 热成像仪拍摄的回船的画面 显示黑海舰队旗舰马克洛夫号导弹护卫舰 在航行过程中被无人艇击伤 另外还有一艘扫雷艇在港口被击中 港口的监视画面倒是显示了引发的爆炸 那个炸药量好像也不小 乌克兰方面还说 俄方四艘舰艇因为爆炸物管理不当导致失火 由于前几个月好几次俄方被袭击后 不承认是乌方打的 比如莫斯科号陈末 俄方就一直拒绝是被反舰导弹袭击了 这也是说是因为自己的一些舰艇啊 机场啊管理工作不到位 出现了火灾导致的事故 而且呢事后黑海舰队还有人说 这个损失不是乌方无人艇打的 是自己发射的舰队空导弹 把自己军舰给点着了 所以这次乌方主动用乱扔烟头这个梗 嘲笑俄罗斯只敢公布一艘扫雷舰受轻伤 通过这些监控视频呢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 虽然有证据显示 俄军成功发现并且击毁了一部分的无人艇 但是呢 没有被及时发现的乌军无人艇 的确成功没到了港口里面 由于以前呢 乌方的无人机袭击过塞瓦斯波尔的黑海舰队司令部 所以俄方对无人机应该是加强了警惕 但是对无人的水面舰艇 俄军好像没什么反应 据说是一个水兵在船上看到 这个小艇从身边经过的时候才报了警 所以要么就是黑海舰队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 要么就是对海上这些小物体探测能力确实不够 不过我感觉根本原因还是前者是意识不到位 因为现代海军的舰艇雷达 要发现潜艇的潜望镜都不是特别难的事 就算是五级海况下 现在一些大型水面舰艇的先进雷达 发现潜望镜也至少就到五海里以上 如果是有反潜巡逻机的空中值班 根据海况条件 那么雷达发现潜望镜的距离比较好的 应该是在15到30海里以上 那么乌方这次用的无人艇 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隐身船 雷达发现它应该比发现潜望镜更容易 你想五十年代 国民党特务开的那个小船 叫做海狼艇 想渗透大陆 那个小船跟乌克兰用的自杀艇差不多大小 而且一离开金门就能被大陆雷达发现 所以俄方如果在港口上有警戒雷达 并且保持开机 并且操作人员能够认真辨识的话 还不至于发现不了 那么我估计就是黑海舰队的人 要么是没有启动观察设备 对海面进行警戒 要么就是把无人船当成了港口内航行的普通民船 不当回事 然后导致了所谓的俄军对乌军水上爆炸物管理不大 所以我又要说了 去年为什么俄罗斯不在珠海航展上 把该买的都买了呢 去年珠海航展就展出过珠海本地生产的云州无人警戒艇 那个艇上有雷达 有热成像仪 可以搜索目标 识别目标 如果是军用的话 还可以携带武器 这就是可以用来对付各种小型水面舰艇闯入的 而且云州这些无人艇是真的海上风群 是各艇通过人工智能和数据链 进行自主艇间协同的 可以一起规划最优的拦截路线 而且我在珠海现场 在模拟平台上尝试过 操作一个模拟的小艇渗透闯入 结果是六艘云州无人艇 根据我的航向航速 算好了我可能的一切活动范围 总能把我挡住 乌克兰那种低速无人艇 更不可能渗透 当然 现在说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有点晚了 其他国家要保护好自己港口 或者抓住商机 不妨从今年开始 多去珠海瞧一瞧